大家好 我们这里这个礼拜已经开始解封 我今天和我的好朋友Jane 跟大家分享一下开放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做哪些心理的调试 让我们能够适应这些改变 Jane你怎么看 就上个礼拜去了我最喜欢的一个法国餐馆 那我一进去以后因为桌子椅子都不在了嘛 他们因为只能够说去买2go的 然后不能够堂食的 所以我第一个感觉有点难过 这跟以前就不一样 可是我马上就告诉自己说 上个礼拜我还来不了店吃我想要吃的东西 没关系不管它是什么形式 我就来适应这个不同的改变 反正至少我可以把东西买了带回家吃 所以我觉得要调整一下我们的心态 然后我也看到它在地上印好的贴纸 来提醒你你要保持距离 我自己上个礼拜听到了SUPLANTATION 我家人经常去非常喜欢的一个店几百家关门了 心里觉得是有一点失落 我想我们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感觉到一些失落 因为很多事情都已经变了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心理过程 这个事情发生也让很多商家和很多人 重新开始思考 我们应该改变我们做生意的方式 今后有类似事情发生 它一定会更好的模式能够适应这些变化 所以我们不仅要接受自己必经的一个心理过程 也同时看到了好的很多进步 而且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说 可能在刚刚开始重新开放以后 很多人他因为被在家里头关了很久了 譬如我亲身的经验就到一个店里头去 我看到就有一个客户 他在里头讲话很大声 告诉大家说希望大家能够包容他 他讲话很大声 憋坏了 就是要包容他们这样 所以我相信我们出去以后 可能也会碰到很多人 他规定是要戴口罩 可能他不要戴口罩 也不要保持那个距离 那我觉得像碰到这种情况 也就提醒大家 那你可以就说如果可以离开这个店 并不需要去教育这个人 一下远离的 对每个人对事情处理的看法都会不一样 比如说以前我出于好意 总是建议我的父母 你要吃得健康 你看有这些病 这疼那疼 你老不改变你的饮食习惯 我可能是对的 但是我没法去改变他的想法 后来时间长了我也慢慢接受了 每个人他有自己的生活习惯 有对改变不同的适应能力 我没法强迫每个人都跟我一个标准 都用我这样的速度来改变 我们对自己有一个正常的心理的 调适的过程要耐心 对别人也尽可能宽容 你要不认同他了 那你就保护好自己 做你认为应该做的这些防护的措施 但是对别人也多一些理解 多一些宽容 前一段时间就有 开始他们用空中飞机叫Jone 去送这个餐厅的外卖 像我孩子在旧金山 在旧金山已经非常的平凡的 就用这个Jone去给你送这些东西 还有Pharmacy就是在药房 他们也用这个Jone去给你送那个药 到你家门口来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改变 疫情发生了促进了很多这些科技 来适应这些变化 让我们的生活能变得更好更方便 小的时候我其实特别清楚 那个时候每天都给家里去买一个报纸 两分钱 可亲切了 每天都认识那个阿姨都去买 那现在慢慢的这些纸的报纸都不存在了 我一开始挺抗拒的 还是挺想念的 那现在就一个Kindle 自己看书 用了一段时间我发现 我也更喜欢这个 因为我不用家里一大堆那个书 看着实际上也很方便 又很轻微旅行的时候也很方便 改变是推着我们不断地在进步 不是说只是有负面的影响 我非常赞同 这个非常好 因为可以把字放大 而且可以跟着我 我不需要带着一大堆钱 我说在放我皮包里头带了很多书 我想出去的时候 Internet 大家可以上去找到很多资料 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个改变 因为我以前常常晚把书还到图书馆去 所以我罚了很多钱 你很爱读书 对 特别花时间到图书馆去 借书 然后又要把它还这个书 又找不到了 在家里 不晓得放到哪个角落里头去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 这并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而且因为我们有这个上网的这个 都在里头可以找到这些资料 也就慢慢地把这个上图书馆的 这个事情给淘汰掉 所以我觉得这是个非常非常好的改变 对 而且我想鼓励大家 疫情可能是在我们大部分人的人生经历中 在世界这么大的范围内同时发生 是第一次 如果我们看一下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经历 我们每个人实际上人生都经历了很多次重大的改变 比如说我们第一次离开家上大学 或者是到一个新的城市开始工作 像我跟Jane来到美国 刚来的时候谁也不认识 英语也说的不好 做事情都不知道怎么做 人家讲个笑话也听不懂 上课也很困难 然后吃的东西也不习惯 都是一点点开始学的 那都是巨大的变化 我们大部分人还有结婚了 生了孩子也发生了天大的变化 那孩子上学了 到上学之后离开家了 去工作了 那都是巨大的变化 我们每个人通过自己不断地调整 这种任性来慢慢适应新的生活 而且打开了很多门 有更多的成长 有更多的机会 所以我想鼓励大家 这疫情大家会有一些压力 对于未来仍然有很多不定因素 但是我们应该有信心 因为我们以往曾经成功地调整过很多次 适应新的变化 好 今天我跟郑分享了一下解封之后 心理调适的一些建议 第一个就是给自己多一点时间 能够认识到感觉到一点点失落 或者失去了一些东西 看到了改变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心理过程 而且对别人也多一点点宽容 我们没法改变所有的人 但是我们可以做正确的事情 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另外除了不好的一方面 我们应该看到改变 也有很多积极的方面 它激发了人类的很多创造力 很多新的科技 很多新的做生意的方式 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了 在今后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都能够更适应 还有我想鼓励大家 每一个人在过去 我们都成功地调试过很多次 适应人生巨大的改变 所以这一次我们也仍然能做得很好 希望大家在下面评论区 给我们提出一些建议 或者你的想法 这样我们在以后的视频里 能跟大家继续分享 欢迎你的建议 我就跟J一起分享到这里 然后下一次再见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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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